明年起本地将有28所中学率先推行全面科目编班制 让学生根据能力修读适合自己水平的科目 这些试点中学也将从后年起 为同一批升上中二的学生提供程度更高的 地理、历史和英国文学等人文科目供选修 来看记者薛书惠的报道 就读女皇镇中学的郑惠文原本在普通学术原流 因先后选修快捷水平的英文和科学成绩突出 而在升中二时转入快捷原流 他坦言当初上快捷班课程时难免忐忑不安 我害怕的是我不会几个不会做得很好 可是有我的朋友帮我跟我一起学习教我 对老师而言比较大的挑战就是 如何让三个原流的学生融洽地相处 所以我们在学校我们会教学生一些软技能 比方说他们要怎么样跟学生沟通 让大家能够在非常尊重的环境下商讨意见 博文中学则尝试让中二学生和课外活动的队友 一起上五堂品格与公民教育课 在没有原流和标签的隔阂下了解彼此的观点 除了这28所试点中学 教育部也将在2022到2024年之间逐步让更多的中学加入全面的科目编班制 而在这期间这些试点中学也将同其他的中学分享他们的经验和作业方式 以协助确保所有的中学都能够顺利地过渡到新制度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书慧报道